我們這次看馬拉基書的三章十六節 那裡講到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 耶和華則以而聽,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 思念他名的人,萬君之耶和華說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 我必連率他們,而同人連率服侍自己的兒子 我首先解解經文 講到那些敬畏神的人在彼此談論 神則則以而聽,這個很特別的經文 就是講到敬畏神的人在講關於神的事 或者討論神的話語或者神的事 其實那個上文是講到什麼呢? 上文就是講到那些不聽從神的人 狂傲的人在十五節 馬拉基書三章十五節那裡那些狂傲的人 他們行惡得到建立 他們雖然試探神卻得脫離災難 但是同時這個時候敬畏耶和華的人 他們就在談論,講關於神的事 因為他們是敬畏神 耶和華則以而聽 而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 紀錄,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 這真是很特別的經文 就是講到神又聽,則以而聽 然後還有紀念冊,紀錄 所以當我們去講論神的事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會紀錄的 即是紀錄我們所有 我們怎樣討論關於神的事 神都會紀錄的 即是神真的很特別 他很看重基督徒真心為神做的事 譬如聖經有講到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賞賜 那一杯涼水不能不得賞賜 同時也都是 這裡就講到我們談論關於神的事 神都聽著和記錄了 所以我們講的東西 我們是榮耀神的話 神是很喜悅 根據其他經文是會賞賜的 會祝福我們的 這個是顯出神的特色 聖經很多時候用恩典推動我們的 譬如在這裡用恩典推動我們去 去講敬畏神 去講一些敬畏神的說話 那怎樣用恩典推動我們呢 就是神會聽和會記錄的 那麼就 還有呢 思念他名的人 就是神會記錄那些 經常思念神的名的人 神會記錄的 那麼在我所定的日子呢 他們必屬於我的 這些人呢是屬於我的 特特歸我 特別是歸於神的 果必連述貪圓而同人 連述服侍自己的兒子 那麼就講到神會很連述他們 也都很記錄他們所做的一切的事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神屬性廣道法 來講這個經文 那麼請擺這個slide上去 轉一轉那個神屬性廣道法的大綱 當然呢不是唯一用這個方法的 這個只是一個其中一個方法講道 不過呢 這個方法是有它的實質原因的 因為它裡面講了很多 直接跟主題有關的東西 幫助我們應用這個主題 那譬如我們這次這個主題呢 就會講到是 神是思念那些敬畏神的人 去所講的說話 那所以呢我們講的說話呢 是神是紀念的 那所以呢 這個主題可以設定為 我們所討論關於神的事 是神是永遠紀念的 是鼓勵人呢 是時時都會談論關於神的事的 好了 那人反面和正面的例子 跟這個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現在簡略地講 待會我們會看著經文再詳細講的 那人反面的例子和正面的例子 就是有很多人呢 就算基督徒也是 比如去完教會了 那喝茶說什麼呢 講一下 今天哪個人來教堂啊 為什麼要穿這樣的衣服啊 那有些啊 當然我不是說全部基督徒啦 那有些呢 就只是講一下 今天那篇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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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未必講過內容啊 是對不對聽 或者呢 講一下他自己的問題啊 那就是人呢 是很少會講到那些說話呢 是 是講到關於神而造就別人的 這個是比較少講 就是他們覺得好像好 很重的嘛 哇 好像教導 那其實這個不一定是教導的 只是我們分享歸神的事 神要歡喜 那就是說很多人呢 他們聊天的時候 平日呢 講到去完教堂 所聊的事情啦 那如果講 不是在教堂啦 譬如平日呢 日常講的什麼呢 講 只是講他自己面對的問題啦 或者他 吃些什麼啊 有些什麼 他喜歡做的事情啊 或者準備去旅行啊 這些不是錯的 不過就是人的心呢 就好像 只是講一些 他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對於神的事呢 沒有什麼興趣 好了 那神的屬性呢 和恩典 屬性 屬性呢 就是本性 神的本性是什麼呢 神是關心的 就是他是關心我們 講些什麼的 他會記錄 記錄的 他會體重的 就是說他 他會體重我們所做的事 他不會當是一件平常的事來的 還有呢 他這裏的經文呢 是有個意思 就是他會 連率他們的 他屬於神 神會連率他們的 那就是神一個連吻的神 那 而恩典呢 就是他真的會聽我們了 聽我們又記錄了 那你這裏經文就沒有講到 不過呢 在其他經文 我們知道如果他 人做好的事 就算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人講關於神的事呢 去鼓勵人 或者榮耀神呢 神都歡喜 神都會賞賜的 神都會連率他們的 那所以呢 當我們走神的路 時時都談論關於神呢 神是很歡喜的 好了 那就提醒和警告了 那有些人呢 譬如聖經有講到 有些人呢 就是要憑他的話 定他為異 或者定他有罪 那有些人呢 他就說什麼呢 說這個人很壞啊 那些人對我不好啊 那時候呢 他只是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聖經的警告呢 就是要憑他的話 定他為異 或者定他有罪 那而他時時呢 說閒話的 說批判人的 就是踩下人 譬如 教會的弟兄姊妹 甚至傳道人 他們也有幫助我們 但是他們就看不到這些 他只看得到 哇他有些不好啊 那於是呢 就去講閒話 講這些說話呢 那這個是 聖經有警告的 就是說我們講的 我們想著是 榮耀神 是祝福人的 好了 那如何 那我們一會兒再說 就是如何 怎樣活出 這個的 這個恩典 就是怎樣 能夠 是時時 講論神的事 是能夠 是能夠 是能夠造就別人的 好 那我現在去回那張sla 去回 好 現在我就 好像講到這樣 講到這樣 講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 是真的 給我們很大的 安慰和鼓勵 因為 神是一位 安慰的神 神是一位 不只是 叫我們做什麼 聖經 如果只是叫我們做什麼 有些像 爸爸媽媽經常都說 銀沉 讀書啊 你要做工啊 你要做好一點啊 你什麼都要小心啊 就是 經常都是這樣 聖經裡面 很多很多 吩咐我們做的事 都帶有應許的 都會帶著一些應許 去祝福我們的 那麼這個 經文呢 我們就看得到 就是當我們 敬畏神的人 我們敬畏的時候 我們談論的時候 神是側耳而聽的 哇 真的很流心聽 這件事很特別 很流心聽 我們 講關於神的事 他很 很歡喜聽到 並且有紀念冊 記錄 這本紀念冊 也傳到永遠的 傳到永遠 記錄我們 所說過的說話 當我們有祝福人 神就很 很歡喜 很欣賞 就記錄了 他就會是 就是那些人 思念他的名 紀念神的名 經常想到神的名 神是很歡喜的 而且這些人 是屬於神 特特歸於神 神特別將 就是他的名字 放在他們身上 他們屬於神的 歸於神的 他就會連率他們 就好像人 連率自己的兒子一樣 所以這裡講到 就是敬畏神的人 他們談論神 他們紀念神 等候神 這些神是很喜歡的 神是會永遠的賞賜的 不過可惜 事實上有很多 基督徒 當我有時 跟一些 基督徒相處的時候 我發覺 他們聊天 他們就會聊一些 就是跟神 無關的事 為主 人都要聊天 我們都會說 日常生活 不過是很少 聽到人說 關於神的事 有些人 根本是 就是不會開口 說到關於神的事 因為他覺得 有一種覺得 好像說神的事 就是好像 很超然 跟其他人不同 於是他們就 不是很喜歡 說關於神的事 而他們 喜歡說什麼 是人的問題 喜歡說閒話 喜歡說一些 人的不好的東西 他們 面對的困難 就會 批評人 即是人 事實上 口舌 說的東西 很多都是不好的 而我們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神的本性 真的很美麗 他是一個 很 看重人的神 他是很關心我們的神 他會紀念 我們所說過的說話 紀念說的說話 也紀念我們的心思 其實這裡有說到 思念 他明白 這個就是心思 有思想 也有談論 所以兩件事 神都記錄 當然也會記錄行為 神會記錄 有些人聽到 神記錄 很害怕 那就是 因為他們 在罪中 但如果我們深信 根本犯罪 對我們沒有益處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這個 約翰夫的五章十四節 我們不要犯罪 因為會遭遇得更加厲害 我們就會說 我們就不要 去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不要犯罪 在說笑的時候犯罪 而是榮耀神 但有些人 很假的 很假的 為什麼要這樣榮耀神 但我們用一個角度 神這麼美善 就算他做的食物 做的環境 做的環境都這麼美 他在我們心中的感動 有這麼美好 當人時時看到神的美善 他自然就會說出來 不過因為有些人 他們沒有看到神的美善 他只看到規則 這就是律法的不好 他只有律法 沒有恩典的時候 他只看到規則 要做這樣做那樣 於是他心中 他就有很多 這些不好的意念出來 那麼 神是憐憫的 是歡喜我們的 我們親近他 我們有這個心敬為神 我們就去 岩倫歸神的事 有思念神的命 我們榮耀神 神一定很歡喜 他就是這個質素 他有這個質素 是欣賞我們的 留意我們的 會紀念的 還有他的恩典 就是他會紀錄 就是永遠存在的 就是絕到永恆 我們所談論關於神的事 神都歡喜的 神都紀念的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來的 也是會賞賜的 這個真的給人很大的鼓勵 我們的神 就是一個令人很歡喜的神 來的 好了 應該就是這樣 但有很多人 他們就不是這樣 他們就很多時候 有時候的思念 甚至有些人會埋怨神 有些人會心裡沒有想到神 他想到神 就是要回教堂 這樣想到 他不會想到神 真的很多好的事 他做很多好的事 在我生命中 他不斷鼓勵我 不斷祝福我 不斷加力給我 聖靈一直提醒我 我一讚美神 又要喜樂平安 那麼我們 有很多人沒有看這些 所以神就警告了 如果人的心裡面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就是他心裡面傳著惡 所以他口根本不會說出 一些好的話 那或者是 凡人所說的閒 或者審賠就知道 哪有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他說定他為義 也憑他說定他有罪 那如果他所說的話 是句句公出來 嘩 所有我們說過的話 句句公出來 那我們有沒有這樣想過呢 就是有一天 我們呢 就會好像回到現在的 每一天的生活 然後我們每一句說的話 在當時就播出來 給全世界的人聽 嘩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嘩 句句公出來 那我們就說 嘩 我們說過很多說話 真的不行的 不行的 別人聽到 就算我用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們講關於一個人的事 如果那個人剛剛在門口 聽到我們說 他會不會說 你說得很公平 你也是有連率的心呢 這個就不是說閒話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需要討論 怎麼去幫助一些有困難的人 但是我們說的時候怎麼樣呢 我看到他有這個問題 我都很掛心 我怎麼去幫他呢 我們聊一下怎麼去幫他呢 那麼那個人聽到都覺得 你真的有愛心 那麼這個就不是論斷了 那麼這些說話呢 就是好的說話來的 是神會紀念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甚至是侍奉的時候都會的 說的說話呢 說關於某個人的時候 哎呀他真的很煩啊 幫來幫來都幫不到他啊 他經常都不聽話 我真的很激氣啊 那麼這些說話呢 就是不是造就人的 就是神也都不歡喜的 那麼這個就是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算基督徒心裡都會有惡的 就是我們呢 有時候會 就是好像覺得人家不好啊 就有批判的心了 那麼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有神啦 求你赦免我們的罪 求你潔淨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呢 不要在心裡面生存的惡念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提醒了 也都是警告啊 因為到時候句句要供出來的 那麼我們 想回哎呀 我們以往講過很多說話 真是不能夠公開的 那麼我們就真是求主赦免 求主幫我們 由今天開始講的說話呢 小心啦 因為所有講的說話 句句都要供出來的 好了 既然我們知道有警告啊 就是說如果我們講的說話 不是榮耀神的 他的後果是怎樣 就要句句供出來了 那麼我們怎樣如何呢 如何去 有這個敬畏神的心 談論神的事 還有呢是會思念他的名呢 那這個呢就是一定是法治 和神的關係 從內心的 就是我們 數算神有多好 整天都說神啊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你真是好得恩典 我真是感激你 我真是欣賞你每一樣東西 我吃的東西我欣賞 大自然的美麗我欣賞 聖靈感動我 叫我悔改我欣賞 耶穌為我釘十字架 我欣賞 我將來有天堂 我欣賞 我做每一樣好事 為耶穌做的好事 幫助人 祝福人 全人福音 神都紀念 我真是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你永遠紀念的 我就歡喜快樂了 從心底處感激神 以神為樂 這個就是那個動力了 就時時親近神 時時一思念他的美好 神真的好 他今天怎樣祝福我 怎樣加力給我 我今天本來有些煩惱的 我祈禱得到興散 得到釋放 得到安慰 多謝天父 天父這麼好的 我們就感激神 我們就歡喜神 我們就倚靠神 當我們有這個心感激神的時候 我們自然的言語行為就會不同了 我們就會講出來的說話 都是多謝神 榮耀神 神你真好 我真是願意聽你的說話 我真的願意榮耀神 也都說給人聽 神真的做過很多好事 所以我覺得很敬畏神 很愛神的 你都愛神 神就會大大祝福你的生命 神愛他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他就會為你預備很多恩典 所以你聽神的話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見到人都會 在適當的時候傳呼音 不是代表我們每天都是 向同一個人傳呼音 因為他會抗拒的 不一定每天說是最好的 我們一定是平日有愛心 又在適當的時候 就講 怎樣去講 有智慧去講的 所以首先從心中充滿 然後呢 充滿的時候自然的口 就會說出好的話 好了 另外呢 我們跟基督徒相處 都會去想想 這個基督徒有什麼需要呢 他有什麼地方呢 是我可以去幫助祝福他呢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 認識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有時候可能從生活開始的 比如可能他 你近來好嘛 那他說 我很多不開心啊 家庭有些問題啊 那我們就用一個 體率的心 不要第一句 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第一句體率先 因為你看率他自然會說的 你說啊 家庭有問題 真的會不開心的 真的會受影響的 我都知道 這樣的情況很辛苦的 那有沒有影響你睡覺啊 有沒有影響你的情緒啊 那他講出來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孤獨的方法 看率他啦 然後呢 就問問他 那你有沒有想不想 能夠開心一點啊 處理到啊 那他說想 那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啊 他說 試過了 不過不行 那我們就可以 問問他了 你想不想我 給一些提議你啊 或者會幫到你 那我也試過 是經歷過這些情況 而得到幫助的 你想不想啊 那他想的時候 我們可以介紹給他聽了 那這一種是一種 溫和而 是一種 用詢問的方法 就是說 你好嘛 那些問題你想得到解決啊 你想讓人開心一點啊 你試過方法 行不行通啊 你想不想有其他方法 可以幫到你啊 那就有其他方法 告訴你之後 那你覺得你做不做到啊 那這些呢 都是一些方法呢 我們去幫人 幫人的問題 去祝福他 那神就歡喜 因為神就質疑而聽啊 他就在那裡 哇 記錄啊 哇你今天就幫這個人的靈命啊 神就記錄了 或者 有時候人呢 有時候不一定這樣的幫助 譬如有人 侍奉神呢 我們都可以這樣跟他說的 啊你今天 你很全心侍奉神啊 那就是主 我很欣賞你啊 耶穌紀念你啊 我也欣賞你 那就對他一種鼓勵啊 那我們見到人做的好事 我們都欣賞他 都鼓勵他啊 那也都呢 有時候有些 跟非基督徒相處 我們未必是 就直接說到信仰 我們就可以說 多謝你主的送啊 多謝你照顧我們啊 多謝你做好的事啊 啊 啊 就是欣賞你的地方啊 都說出來呢 那這些都是 都是一些正面的說話 去預備 有一天我們可以向他傳呼聲的 那這些都是 一些敬畏神的人所說的說話 神都歡喜的啊 神都說 啊你講的說話呢 都是祝福人的 欣賞人的 啊 而 所有那些負面的 我們需要 如何都需要處理 就是我們說了 首先 心裡面有神 的同在 有神的恩典 欣賞神 所以我們就說的說話是正面的 也都去想到人的需要 無論他是不信者 或者信耶穌的 我們都有個這樣的 就是去祝福他的心 而另一點呢 就是我們可以 怎樣去說的說話 神紀念呢 也都處理我們裡面了 為什麼很多人說的說話 總是 就是會很多 激氣勞嘈 哎呀好猛啊 今天真是 哎呀真是衰啊 為什麼你這樣啊 你做這樣的事情怎麼可以啊 哎呀不行啊 就是很多說話都是很激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人的期望 我們期望人對我們好 期望事情順利 就是世上有期望 就有失望 當我們接受 世界上就是有罪 世界上一定有問題 我們的心就放鬆 但是我們只是想 我能夠怎樣祝福人 對人呢 那個期望 是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根據他 跟神的關係 或者這個人的質素 譬如那個人很愛主的 當然我們會期望他 他會繼續愛主啦 就是你不會說 他愛不愛主不要緊的 他不會 他就算明天離開教會 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當然會對他有期望 但是真的有一天他跌倒 我們都會說 人都會軟弱的 不過我就想想怎樣幫他 就是我們呢 對人的期望 其實這是很多人不開心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怎樣呢 他們對人的期望 你應該要乾淨一點 整齊一點 你什麼事情做得好一點 你又做得不好 想過激氣 那這些就是對人的期望 那還有呢 不接受人的問題 就是人有問題 人有罪的 他們難於接受 也都是另一件事 就是他心中 積了很多怨恨 很多人不開心 所以就會 口所說出來的 都是一些怨恨的說話 一些憤怒的說話 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也都有一些人呢 他們習慣了 他說 好像你這樣說話 好像很假的 我說為什麼假呢 祝福人為什麼是假呢 因為他們說的就是 踩人 就是喜歡笑人 這個社會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是喜歡笑人的 那麼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就學習 就是說這些說話 其實是不好的 不是要跟世界這個潮流的 我們是說的說話 都是祝福人的 所以我們找出 我們為什麼有說話 有些負面的 有些不見立人的 我們就求主 射臉我們 求主幫我們 找出那個來源 從哪裡來呢 因為是不是我們跟從世界呢 因為我們激氣呢 我們心對面的憤怒呢 我們對人的期望太高呢 因為有些人 譬如他時常都是喜歡罵人 我們 如果你期望他 不罵人 根本他不會發生的 他是繼續罵 所以我們就 將期望說得很低 他罵人都是他日常生活來的 就不會那麼緊張 就不會那麼受影響了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 就是可以怎樣更加說的說話 神會紀念 也都刻意去討告神 這個人我怎麼幫他呢 這個事情我有時候會想過 這個人我怎麼向他傳福音呢 怎麼去鼓勵他呢 怎麼建立這個人呢 我都會尋求神 去問神的 那麼這些就是擴展我們的靈命 就是主動地 主動地我怎麼找方法 更多去祝福人呢 更多去幫助人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所說的話呢 神就很歡喜聽到了 還有我們思念 都是思念神的名 思念怎麼幫助人 說出來的都是祝福人呢 神就很歡喜了 神的名德就是榮耀 神又紀念 神又賞賜 今生賞賜 使用我們的力量 也都擴展我們的領域 讓我們祝福更多人 也都賜給我們口才智慧 能夠說話是祝福人的 能夠有力量祝福人的 能夠給我們機會祝福更多人 也都接觸到一些人呢 是我們可能 都不認識的 但是神是為我們預備 譬如我放在網上很多影片呢 那樣就 都有很多人呢 找我去 去談的 就是可以幫助他 那麼我也鼓勵大家 在網上 如果你想得到 就是想做這件事 你可以找我的 那麼也都我們聚會 我們星期日下午聚會 也有些人都懂得做的 那麼可以幫助你 那麼你就可以開始有見證神 你越見證神 你就越能夠流暢地去見證神 譬如我 其實我未信主之前 我講說話 經常脫掉的 說一下斷掉的 但是我信到耶穌 還有一開始傳聞 立刻呢 講說話就完全不同了 我說多謝耶穌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爸爸曾經有一次 我馬上去外國回來 他說 你說說話這麼脫掉 怎麼做到牧師呢 但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跟往日是很不同的 耶穌很大改變我 那麼我也希望 耶穌改變大家 好 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 我只是示範了用這個經文 一方面給大家欣賞神 就是神真的這麼好 祂會傾聽我們所說的話 有紀念 也都是會憐憫我們的 會祝福我們的 那就是給大家看到神的美善 也看到人的口說 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怎樣 有好的口說 有好的說話 有好的心 然後有好好的說話 那你們大家 有沒有一些問題想問的 有人問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就說呢 那個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們必屬我 特特歸我 我必連率他們 別同仁 連率服侍自己的兒子 那麼呢 我就 不覺得這個是審判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呢 連率嘛 說到連率呢 通常是說禁世 當然 將來去到天堂都會連率的 不過呢 就是 在今世 應該就是 在今世的時候 他會連率我們 那 其實呢 所以定的日子 就是說 神會在他身上 做功的日子 神會在他身上 做功的日子 施恩的日子 所以他呢 就 在那個日子 他們是屬於我的 我要連率他們 那 所以我就不覺得 那個是說到末世 對 OK 因為呢 OK 我講回 上文 大家 你可以 揭開聖經 看看有沒有看到 馬拉基斯三章十二節 開始 所以 萬君之勇說 說萬個必稱你們有福 因為 你們的地 必成為喜樂之地 那 也就說 你們用話頂撞我 我們 你知道呢 馬拉基斯三章 好像神和人對話那樣 那 就在 在 第七節那裡就說 你們經常偏離我的道 然後 第八節就說 你奪取神之物 就是沒有十一奉獻的奪取 和當獻的共物 然後呢 就 十二節就說 萬國會稱你為有福 然後 第十三節就說 耶穌說 你們用話頂撞我 你們還說 我用什麼話頂撞你呢 那 你們就說 事奉神是徒然的 就是那些人在那裡說話 事奉神是徒然的 遵守神 所吩咐 在神面前 苦苦齋戒 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那些稱為狂傲的人 如今我們稱狂傲的人 是有福的 並且行惡的人 得見立 他們雖然試探神 卻能夠脫離災難 就是因為那些以色列人在埋怨神 你看那些狂傲人 他們都有福 被建立 他們試探神又脫離災禍 然後十六節就是 那時候 就是講到這個時候 沒有理由沒勢 審判的時候 我們才去談論 而是講這些人 就是神去回應他們 神回應他們 因為那些人 是狂傲的人 就是在那裡講話 好像 講一些不好的說話 神都沒有懲罰他們 然後十六節就回答 就說 敬畏神的人 給一次談論 神則而聽 紀念他們 那些紀念那些敬畏他們 和思念他們的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就是因為 在那時候他們是很多困難的時候 以色列國很多困難的時候 在所定的日子 或者是 總之我決定做工的日子 他們會屬於我的 特歸我的 我們連率他們 特別講到連率 就是說他們雖然有這麼多災難 苦難的情況 但是神都會連率他們的 當然特別講到 將來在新約時代來的時候 神的連率臨到他身上 因為 在這個時代都是以色列 就是亡了國之後的事 所以 他們都是一些困難的日子 但是神就會 就是可能這個 講到這個所定的日子 就講到新約時代 或者就是 神定義祝福這些人的時候 他們就會屬於神 然後神就連率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歸回 將善人、惡人 和 將他們分別出來 這個就是 會歸回回來 這個 最後的應驗 就會在審判的時候 將善人、惡人分開 但是歸回 也不只是在最後的日子 就是神的子民 會回到神那裡 所以首先在新約時代 最後才在末日的時候 OK 好 是不是已經回答了呢 OK 好 好 我們到這裡為止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的話 就馬上說 有 在這個群組裡 如果沒有的話 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祈禱一下 OK 我們一起祈禱 親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啊 你是真是一位美善的神 神你是時時留意我們的 你不是放下我們 你是時時 質疑 聆聽我們所說的說話 當我們說一些榮耀神的說話 神你是很歡喜的 你是會紀念的 你是會賞賜的 你是會 連率我們的 所以我們說關於神的說話 我們可以很放心 很信靠耶穌 倚靠耶穌的大恩大愛 多謝天父 神啊 有你萬事足 求子幫助我們的內心裡面 充滿神的平安喜樂 神的愛 讓我們說出來的說話 都是祝福人的 都是連率人的 都是榮耀神的 神你聽到之後 你是會喜悅的 讓我們的說話 能夠造就人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裡面是充滿善良 多謝天父 神在這張善良放在我們心裡 叫我們結出果子裡 當我們結出果子裡 都永遠紀念名月上次 多謝天父讚你 幸好 祝福人 內心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